好帅啊 我希望他说的是我 而不仅仅是这部车 没错这部就是路特斯的电动轿车 E-MIA 这部车我之前一直都很想去开到 今天终于在海南道实现了我的心愿了 路特斯这个品牌呢 之前一段时间他都做那种小众的轻量化跑车不火 但是一个中文名繁华 让他直接出圈了 现在就特别特别火 那这个也说明一个现象 就是你聊硬核 聊性能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狂欢 你要出圈你就一定要有点话题 那这部车的话题除了他名字之外 还有他这么硕大的体型 我看到他那都觉得我自己是皇上 然后称呼我的妈妈 太后 这部车真的就是长得特别特别厚 但是呢 后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看起来真的是很有气场 很显贵的一台车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部车他长得这么胖之后呢 他的体型他的体重失控了已经不再是以前路特斯造车那个理念了 那么他开起来还会让人想起曾经的路特斯吗 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回答 我再来讲讲这部车呢给我一些观感上面几个我印象很深刻的点 第一个前面这个激光波雷达它是隐藏式的 然后当你唤醒他的那个自驾功能的时候 他才会升起来啊 数码翻蹬 就有点复古的感觉了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流媒体的外后视镜 我刚刚用了一下 也觉得其实只要习惯的话也倒还好 但是呢这个选装的流媒体后视镜 就会让这个车外面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赛博和朋克 很好看 而且这个碳纤维的罩子跟下面这个摄像头的整流罩的 他这样子上下的有一个呼应的感觉 我也觉得相当的棒 然后就是他的车尾的部分 我觉得他有点溜背溜的不够好看 他有一个升降的尾翼就算了 但是其实我更希望他是能够装一个更加夸张一点的 就是那种啊 就算我不用升起来 这边也有一个视觉效果那种压尾翼 然后车尾的部分呢 路特斯很有心思的在这个尾里面开了两个开孔啊 去将这个空气从轮罩里面导流到后面 去降低风阻 而且这一部尾翼亚呢 他也是那个玩风的高手 他在下面的这个扩散器的部分呢 在超过130的时速下面 他这边会再打开一个盖子 一个翻板啊 来让这个车尾的气流更加的平顺 让它里面少一些涡流产生 但是那套东西是要选装的 至于选装了之后 我花出去的钱 能不能从我的电费里面省回来呢 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啊 而且这次活动方给我安排的是一台 Emiya的阿加 也就是最高性能的版本 并且它底盘的那些性能组件呢 也是配置拉满了 所以我们呢 就马上去感受一下这部车 有多爽吧 好 江泽的Emiya开上了高速之后 我们来聊聊它的底盘的表现 因为其实动力没什么好聊的 因为来到了电动化时代 它少了发动机的不同的排列 跟布置的方式之后 动力系统的体验的差距变小了 无非就是你的双电机牛逼一点 2.1秒 我稍微逊色一点 2.7秒 但是开起来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差异 所以我把重点放在体验这部车的底盘上面 首先会发现它的底盘真的是超级稳 我现在已经跑到了一个 不能在视频里面讲的车数了 但是开起来还是像是一个能在视频里面讲出来的速度一样 这个底盘的优点它就是特别稳 它的稳来源于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的轴距超长 三米几 长轴距的车呢 在路面上面它对于那些路面的激励啊 先天呢就会比较的迟钝 没有那么多的啊 前后的这种抚养的动作 第二个就是因为它的车重 车重之后它就压得住这个路面 所以它就能够有一个非常贴符的表现 当然并不是说轴距越长 还有车身越重 这个车的形式表现就一定好的 不然的话 世界上底盘最好的车一定就是前面那个卡车 或者前面那个大客车 对不对 还不是 还是需要这个车的底盘的设计 还有它的一些调教上面 下一些匹配的功夫的 比方说像这部车 它有一套CDC的空旋 再加上呢 底盘那些摆壁用的衬套 一定是相当相当巨大的 因为这部车的车身足够庞大 所以它就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下 那套结构更加的复杂的双腔空旋 然后这套双腔空旋 它其实只有两个档位 舒适跟运动 那我现在是用运动的模式在跑高速 我会发现它在运动模式下面呢 它的路感相对会清晰一点 但是这个清晰呢 并不会扰人 过那些路面的接缝呢 还是很干净很利索的 跑跑两声就过去 并不会有太多的弹跳 传递到车身上面来 这个就要讲到它的 另一个结构上的优点 就是它会有一些非常巨型的衬套 因为衬套的尺寸越大 它的滤震的效果一定越好 而这部车的空间尺寸足够大 就意味着它能够容纳下那些 像我的拳头啊 像一个小西瓜 像一个椰子那么大的衬套 这部车是完全能够塞得下 那现在接下来 我会用一个相对更加软一点的 拖冷的模式 也就是舒适模式 去感受一下 哇 好像换了一条路一样 它的运动跟舒适之间的切换 区别是足够强大的 刚刚那条路呢 好像觉得路上面的马点 是非常的清晰的 但是现在来到了舒适模式下面 我就觉得这条路 哇 现在蹚过去的感觉跟一台 奔驰的S级区别并不是十分大了 尤其是在这部车选装了22吨的轮圈啊 这个前提下就非常夸张 这个前轮它的扁平比是35 后轮更离谱 30的扁平比的胎有这样的行驶舒适性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部车 它的悬架 它的那些衬套 是立下了汉马的功劳 路特斯的官方呢 将这部尼米亚的竞品定格在了保时捷的Pelmera跟Taken 但是事实上Taken跟Pelmera开起来 Taken更像是一台电动的四门跑车 而Pelmera开起来更像是一台行政的座驾 但是呢 这部尼米亚目前在这条公路上面看呢 我觉得它是更加接近于像是一台电动化的Pelmera的 真的是相当惊人的一个高速行驶的舒适性 这条高速公路等一下它会通往一条山路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山路上面去享用这台尼米亚啦 好了 刚刚在公路上面简单开了一下这部车的感觉啊 那个算是前菜头盘 接下来才是主菜 在这里呢 路特斯包下了一条山路封闭式的 然后我们就来模仿古德伍的致敬那条传奇赛道 在这里跑一条封闭的山路啊 那么问题来了这部2.8吨的电车究竟跑山灵不灵活呢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部阿家呢 它是能选配的那些底盘组件全都是拉满的了 有一套可以改变刚度的防心杆 还有一套带两档的软硬的一套CDC的空旋啊 所以现在就开开看吧 这条山路呢还是挺刁砖的 而且在上山段其实路面还是有点颠簸 这个就特别考验这部车 它的悬架是不是足够贴地 那我现在是用直接是一个最硬的运动模式的了 那这部车在运动模式下面 其实主尼呢是相对是拉的比较硬的 但是它硬的来呢 因为这个车还是有重量在啊 所以你看像这些 哇就是蹚过去的那种感觉太服贴了吧 哇就没想到一套硬的悬架 我们改避震是不是 改那些改装的避震硬的一定会跳 但是这部就是硬的来它一点都不跳 反倒呢是非常非常的服贴 哇一脚垫门下去这个车是没有抚养的 所以它的后桥是可以瞬间的变硬 来支撑住在你加速的时候可以防止抬头 然后在刹车的时候呢 你看哇就没有点头的直接把这个刹车放掉 这个车头不会往上再这样抄一抄 然后呢那套主动的防清杆 它不仅仅是为了在需要硬的时候变硬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定义 而是在你要把一把方向甩进弯里面的时候呢 它会让后轴的防清杆瞬间变硬 来增强这个车尾的跟随性 来让这个车尾 你看哇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它跟进的非常非常的干脆 非常的及时 马上呢这个车尾就是跟着车头进了 所以即使这部车是很长的一部三米多轴距的车 但是在山路里面的感觉是非常灵活 就算是那些窄弯了 它都不会有任何的车尾的延迟 哇这也太爽了吧 越开越有信心了 虽然说这条山路很窄 但是说这一整套精良的底盘 给我的感觉就是哇 开着行云流水的再加上很跟脚的电门 很跟手的方向盘 哇还有很跟方向盘的底盘 哇就是三者合一 哦冲箭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这一部 一面啊哎呀这么重 它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路特斯的玩法 确实以前的路特斯它轻量化 是一种魔法是靠轻来快 但是现在的这些电动车呢 它是很重的 但是重了之后它就不是魔法攻击了 是道具攻击了 就像一个特务 它穿了一件很厚重的大衣 它不是为了帅而穿的 而是因为那件厚重的大衣里面 可以藏了很多的道具很多的武器 这部尼米亚做的那么大 并不是为了极致的内部空间 它内部空间就是够用啊 仅此而已 它更多的就是为了容纳下那些武器 那些让这部车可以跑得更快的那些道具 包括它的整个底盘域的控制的系统 还有包括啊 它头顶的那颗激光雷达呀 还有车身两侧的激光雷达 还有车后面的尾翼等等这些 它都是需要一个空间 好好的将自己的真实的实力隐藏起来 到它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旋转出来 但是你要问我喜不喜欢 它尼米亚这部车呢 我用的但是其实已经剧透了 我会觉得我宁可 路特斯去做一台好像Pelamera的混动那种 带内燃机的 然后用电来梳理整套动力系统 让它变成一台油电混动既有性能 又有内燃机的热血 同时又有电动车的暴力的这种 就混种的怪兽 你懂我意思吗 我就不希望它转型转的那么快 一下子就从油车变成一台电车 我还是觉得路特斯 或者说所有的跑车的灵魂 还是需要有一台内燃机 用它的咆哮释放出一台车 它内心的那种躁动那种机器 你看现在跑山就是跑的 就是出奇的安静 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 我其实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即使它是一台很牛逼的车 但是这种水进合飞的感觉 差点意思 就像把手压麻了 然后搭方向一样 不过不论这台车再怎么好 可能那些路特斯的始终粉 还是喜欢路特斯以前那个 只要不逊 但是又食不果腹的状态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路特斯 才是让这个品牌重生的唯一的机会 就是抓住现在电动车的这一波浪潮 不过在电动车这么同质化 大家都能够做到很好的加速的情况下 你怎么样才能够衬托出这个品牌该有的产品定位呢 其实就像这一次路特斯给我们媒体安排的这个接待的标准一样 它接待标准非常的高 似乎在放出一个信号 就是路特斯这个品牌是要走进上流社会的 它要去跟保时捷竞争 但是也正如我们这次住的酒店 其实在三亚这个地方 每一家酒店里的体验都是阳光与海滩 你在体验相当都差不多 而且同质化的时候 你又怎么样能够彰显出自己的那家酒店确实值那么多钱呢 对不对 这是电动化时代周每一个品牌都要想的事情 而路特斯呢 显然他已经想明白了 既然大家动力都差不多 那我就跟大家一起去卷底盘吧 我在底盘 我在驾驶 我在驾控感受这方面 把它做好 那么我是不是就能够给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确实这部Emiya在它的驾程的体验 在它回头率设计里面的一些配置等等这些方面呢 它确实用七八十万的这个价格去衡量的话 买回去一定就是一台直回票价的车了 所以路特斯究竟能不能无愿以偿的机身上流呢 我希望它成功 而且我希望它成功完之后呢 能够还有多余的利润能再去重温 帮我们搞搞那些轻量化的跑车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那种 始终的老派的路特斯粉丝